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于泰亚族的梅园部落 我们这里是头80线属于我们赛德克族群 跟我们泰亚族的部分有清流部落 中原部落 眉原部落 行政区医叫新城村 点栏口树在户籍单位 目前有差不多五百五到六百 户属是有一百四十一户 当时在日本时代有七个家族 七个族群 给它整个叫眉原部落 我们打印的话就是巴阿拉 这是我们的文献站 七个 你看到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我们这个家族最快 最早后 这个跟这个 北八十一跟这个 马克工是最早来的 最早来的 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我们这个旅行 发想 大家住在那个地方的 但是我们迁徙的讯息就不一样 今早末年的时候大家都还住在山上 没有在一起 那真正到这边的时候 日记时代 日记时代中级的时候 我三岁日本人就回去了 脱翔回去了 我才三岁 所以我们捐到 这不是我们的部落 我们的部落是前面很平的那个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叫它锦拉岸 锦拉岸是密室 你知道吗 这里没办法解释 只有老人家会解释 就是理事长那边住的地方 现在就 那个叫锦拉岸 那以前是房子在那边 我们 那个是我们的部落 我们因为那边水源比较不重处 不方便 所以前来这里 水源在这里 日记时代 停的棚拉岸在那边 对这边编凸 小三岁里是 in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啊 要娶媳婦 还是要嫁你 都要保持我们原住民的所有的参同一世 一定要杀之见习 然后请我们的长辈 亲朋好友 一起来这边分享一下我们原住民的风味餐 我去上那个汤一下 好 来 我们的那个呢 去做的呢 早期部落我们以前是种稻 那时候早期的政府就是叫我们老人家 有水源就有一个种稻 让我们一个名义主食的一个产业 稻米好像经济价值又落下来 所以变成水田 我们都没有种了 它现在改成那个 有的种梅子 有的种苦茶 然后有的就是煮给平地人 种菜 种番茄这样 我高中的时候梅子一斤差不多三十到五十 我们美人部落也本来全部都是梅子 后面因为梅子的经济价值 一斤五化 全部也砍掉 然后苦茶也是本来苦茶 也是有种苦茶 后面也全部都砍掉 像这种在十几多年的话 整个转型之后 我们这边的为了自己的生计 也必须要重新调整 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公务员 对不对 收入跟各方面来讲都能够平衡 而且稳定 所以我们这边的包含这个传宗岛 也就是清流部落的那个乡亲 也都是一样 所以早期在我们仁爱乡来讲 我们这条线的公务人员的比例就偏高 大家很拼啊 那个老人的传统观念就是说 还是要调犯我啊 所以我们这边 退休跟限职的公务人员可能有 大概三四十还是四五十个 之前可能务农就是 你再辛苦也算不到什么钱 至少公务人员也有保障 老人最重要的就是 退休了有退休金啊 嗯 其实这个我们都是用练锯 练锯 对 不然你这样磕 要磕到冰锅 好几年 我刚好退休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有水栽 那时候河流很多木头 我全是河流捡的 可能也一元忌讳吧 就好玩吧 以前工作都在外面 大家退休以后 就比较会回部落 回部落以后 我们就几个一起 就像我们有时候 半九九重养 有没有 都是用我们公务员 大家去募款 对不对 所以也蛮团结的 就像你退休以后 你都在忙什么 田地吧 无聊就是磕嘛 是不是 因为磕有时候可以 躲掉我很多喝酒的啦 刚刚好我们台湾 吸引很多路客进来观光 想说我们路客进来 逛慧孙林场 我们这边也是必经之地 我想说在地这边 也没有一些所谓的风味餐厅 所以就当纯的这种奇想 然后就开这个 把我们自己在地的特色啦 风味啊 风味餐 融入在一个产品里面 让他们分享这样子 我们餐厅推的菜色里面就是 几乎都是以在地的一些 原住民的清香料 还有在地的农特产品 融入在里面 奶香 南瓜 洁瓜就是自己种的 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 自己栽种的南瓜 南瓜也是我们自己栽种的 有什么食材 你就这样子做搭配 好 三个不够吗 好 因为我们这边头发实现 我们最终点是慧孙林场 所以有些去那个慧孙林场住宿的 可能那个住宿房间不够 现在又很夯露营 就盖了露营区啊 这边大概多大 大概三分多地 三分多地 对 因为我退休以后 我先进行民宿 对 然后大概五年 我再进行这个 就你一个人在整理啊 对啊 不然来 我以前当警察 我很想再为老百姓服务 因为警察就是为民服务嘛 我在这边开一个民宿 一个露营区 我想说大家来 我再次服务人家了 但是我的民宿也非常评价 老的朋友都是警察 借的都为了 还OK啦 慧孙林场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吸引着许多的游客前来 部落就擅用了在地的资源 经营民宿 开发休闲露营区 贩售在地的农特产品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带大家来认识仍爱乡近年来推动的三酸产业 70年代 台湾的青梅主要外销日本 而互助村与新生村是最大产地之一 但是80年代以后 外销市场萎缩 被迫采出饭管理 甚至方会气收 近年来南都县原住民族行政局 为了负责部落的经济 积极辅导仍爱乡互助于新生村 推动以青梅、柠檬和阳梅等 称之为三酸产业 结合观光来行销 让我们一起来看以下的报道 在70年代我们互助新生 种植面积最大宗的就是青梅 那个时候我们的梅子一公斤五十块左右 然后都外销到日本去 我们每个部落都种植青梅 那时候种植一甲以上的梅农 大概有100万的收入 慢慢的70年代80、90 然后日本就没有收购的梅子了 那都是自销 那现在是一公斤变成七、八块 那所以在这个状况 我们的梅农就把梅子都砍掉了 那种植别的一些高经济作物 没看到一个车子 做什么 他们知道梅子在哪里 梅花在哪里 他们会带去 但是也有路程 场馆不一样 这里像是 这个是 应该是梅园 这是梅园 对 然后这下面是中原 然后那边 隔一座三支青柳 青柳 嗯 刚好现在是赏花的季节 仁爱乡公所也举办 从1月3号到6号 举办那个 赏梅建训活动 现在梅子是正盛开 也希望游客多多来 我们互行来赏梅 不是切啦 Q梅我讲错了 Q梅 要Q梅 嘿嘿嘿 我讲错了 要一瓶赏梅 老板不收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等老板 像一般 那个要制作 脆梅 就一定要 清明节以前 要来采收 做脆梅 大概都是用手材 像一般 要做Q梅 就是 清明节以后 那个都是用手材的 那个受伤都没关系 我们这个杨梅醋有500cc 它可以喝三个月 然后每天饭后喝一杯就是联酪 这个都是很天然的 它都是苏洛小门送的那个原物料 那一瓶都上 一瓶是800块 它有500ml 大概这几年有三专 那个彩刀班成立以后 它就是专推梅子 柠檬 洋梅 所以 把我们这个梅子 现在产业又开始复苏 这个梅子我以好处是什么 根本也不用打肥的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都没有吃肥 所以它的酸度 就比信义的好 那人 人家要梅子 其实他们都要我们这一条线 对 酸的 稍微看一下 是它每一棵都会长吗 只要开花就会长 还是要 这三年当中 延敏会帮我们推这个三酸产业 梅子 洋梅 柠檬 然后 在这个计划当中 那胡岛我们部落做一些加工品 像梅子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梅子醋 柠檬就会做柠檬醋 洋梅会做洋梅醋 还有一些柠檬冰酒 洋梅冰酒 等等的 能够再次的带动我们部落的产业 那我们到了这个部落 发现到 他们不懂得 这个怎么去行销 怎么去加工 怎么去推广 所以造成这些 大自然给部落的礼物 没有人想要去利用 甚至把那些果树荒废 砍掉 我们觉得非常可惜 一来是 外在的社会 虚妄这样子的资源 那部落既然有这样的资源 我们应该投入去辅导 让部落可以利用大自然的 这样子的一个礼物 可以把它推广给这个世人 那也可以带动部落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产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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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的话我们 除了我们这个实体店面 最主要的话我们就是 在我们这个部落 主要我们种植的就是梅子 然后还有洋梅 跟我们的 柠檬的话是我们近期 那因为原先的话 我们都是只有 就是在贩售鲜果 那鲜果你要保存的话 时间非常短 所以就是由圆明局跟圆明会 就扶植我们这个 两个村 然后三个部落 就是去研发我们的洋梅醋 还有柠檬醋 跟我们的梅子醋 那它再来就是 因为醋的话它是比较酸嘛 醋比较酸 所以后来又把这三种果实呢 再一起研发成我们的三酸酵素 那也就是在108年的时候 我们的三酸酵素跟洋梅醋 也得到我们的台湾百大 然后还有我们的南投大伴手里 我们福岛这个合作社所产出的三酸酵素 它也融获了这个南投十大伴手里的第一名 那这就是我们得奖的这个 这个三酸酵素以及洋梅醋 这是非常受到我们这个都市朋友们的喜欢 这是这个十大伴手里的第一名 那同时呢 我们三酸酵素也融获了这个台湾百大伴手里 在这个不只是在南投 在这个台湾地区 它也是非常受到这个朋友喜爱的 因为现在这个推广健康 大家都为了健康 都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三年的计划已经结束了 那在我们旅建市的一些公司之下 那希望我们自己的产业 让这个产业让我们自己部落来生产 那让这个食品安全 由我们部落自己研发产品 然后工厂也在我们部落 然后让消费者能够到我们部落采梅子 然后做DIY 然后自己做一些附加价值的产品 在品质上面能够更安全的 让消费者能够吃到我们在地的友善 跟做一个产品 其实在我们南投这边有烟熏的话 是在中寮那个地方 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烟熏龙眼干 有去到他们那边去学习 然后把这个技术就是带回来 用在我们自己工厂这样子 烟熏烏煤也是我们跟老师傅学习 从我们的社长然后里监市 然后甚至到我们的社员 就轮流在这边雇七天六夜 去年我进来合作这边服务以后 我有喝过那个 也是我们自己社长做的那个烟熏烏煤煤汁 那就真的很 那个味道很特殊 就很天然很天然 对 对 像我们就一直在提倡友善耕作 友善耕作 那所谓友善耕作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无毒 然后也没有化学荣耀 所以我们就是用像 我们淘汰的那个鲜果 淘汰的鲜果 然后我们就拿来做成那个有机肥料 我们下期待 2022花卉嘉年華系列 我們部落親子見守的 最後一場同樂會的活動 來鄉長 為什麼當時我當鄉長的時候 為什麼要推動三酸 三酸就是養生 保健 而且能夠改變體質 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今天 不要一直認為說 我們的美食我們就趕緊要自卑 這延伸種的美食 反而讓我們 如果好好的去經營 我相信我們的合作社 絕對會有賺大錢的機會 但是我們很多地方 還是要做更系統化 而且我們自己也要 讓我們自己自立自強 我一直強調任何一件事情 讓我們自己共同產業 共同努力 才能夠有開發結果的一切 兩個村 三個部落 以自然共生 族群共融的產業創生 現在更進一步結合三酸產業 來發展部落文化體驗 以及產業發展的另一個動力 感謝您的收看 行走TIT 我們下一個部落見